王先生 我建议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觉得陈女士她的性格 她估计已经做好了决定 她一旦做好决定 一定是经过反复思考的 当然她做决定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以往发生的事情 她会考虑得很周到 但未来发生的事情 就不是她擅长思考的 这个陈女士很不愉快的王先生 确实有很多地方 是能让一个媳妇很不愉快 但是应该要区分 你是一个内心曾经很冷漠的人 还是曾经很幼稚的人 如果你是很冷漠 甚至在家庭暴力方面 有一定的兴趣爱好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男孩子太不好了 但如果你是因为幼稚 那我觉得这就是婚姻里面 年轻的夫妇共同成长的 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也一直在看你的陈 我认为是值得去关注的 陈女士我问你 如果说她是有这个心 但是她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吗 不愿意了 她做的太多 给她机会太多了 她没有意识 她自己做过的事都意识不了 说实话 我在这上面说的只是简单的 以前做的种种 我就不想再提 我感觉我这些年 我慢慢的慢慢的也改了不少 也没打过她 也很少骂我 不过有时候这样说话的时候 会说些狂话 陈律师的表态 印证了调解员胡建云的猜测 显然说服她给丈夫一个机会 任重道远 接下来调解员胡建云 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密室 由观察员廖喜玉 带着女方进入密室 律师赵丽则留在场上 跟南方王先生过头 其实你看你刚才在台上 一直在讲说 那怎么办 我去打她 我去骂她 这在她来看就是说 那你怎么能打我 你怎么能骂我 其实她不是希望你去打她 骂她 她只是希望说 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中间方 其实婆媳矛盾很大的问题 都出在这个南方身上 与此同时 密室里的陈律师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不是给她妹妹 给她父母过一辈子 我给她这个人过一辈子 对对对 我 就她父母对我整个人 我都不计较 陈律师表示 不计较王先生的家人 离婚的主要原因 还是和丈夫有关 次要要记嘴 我让她记嘴 然后我给她报药 报考 今天吃什么 明天吃什么 要记什么 做什么给她吃 但是她出来没领我情 然后嫌我烦 动不动 啪一耳光 就打我 不一定 就因为她吃药 吃药记嘴 还是我让她看 她不一定打我 我多少次 生活中频繁的辱骂和暴力 让陈律师很受伤 对于这个问题 律师赵丽 也在场上 批评了王先生 还有就是 您这个脾气暴躁 有行动就是动手 第二就是张嘴 这件事情就是 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提 如果您当时特别介意 那您不要去娶她 既然娶了她了 代表我们都能够接受 我觉得她目前 特别在意这些事情 处理完家暴的问题 密室里 陈律师向廖阿姨 谈起了她最在意的一件事 自己心里苦 上那半上那半就掉眼泪 然后又哭 她都没有认识到 她没认识到自己的 不该说的话 不该做的事 杀害到了你 她就是说一味的 她说开玩笑 一味的说你难听的 说捡你的伤疤 痛楚难听的 说你这说你那 那你天天听 你感觉是玩笑吗 对对